有要做支收的 现在可以拿来办公室回收 到了资源回收时间 民众推着推车或手提一代代的回收物品 往社区回收站送 这里的资源回收站和一般的回收站不同 采用电子棒秤自动滑系统 民众跟着电脑荧幕操作 不需要靠人工称重记录 减少回收站人力 只要电脑操作 手指点一点全部都出来了 就可以去换东西 所以速度又快 我们又不用排队 很方便 为了提高回收意愿 业者设计回收自动化进货统计系统 只要将回收物拿到回收站 放在电子棒秤上 回收物重量自动上传零端 民众透过手机APP 就能看到各种回收品累积的重量 最后换算成点数 做环保之余还能换取生活用品 依照物料类别的一个给予的点数来给点 那同时间呢 它在它的账户里面 就会得到它今年回收的点数 那我们手机APP 也同时可以接收到我们路账的一个点数 农博与业者合作 整合再生能源设备 这套微电网以区域为单位 提升区域再生能源使用效率 与电力品质 并减少燃料成本 整个的农博里面呢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太阳能发的电 我们可以完全发 然后甚至有一些多余的电的话 我们就可以储存下来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用电里面呢 我们就达成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一个模式 随着太阳能 风能等能源的发展 电网即将迈入新的里程碑 而微电网的运用 让民众透过手机 电脑 就能了解供电 除电状况 并兼顾减低碳排放量 有效运用再生能源的目标